11月30号清晨九十许 由贵阳市城区发车前往城郊的252路公交车上 乘客满满荡荡 大家此行都有一个目的 那便是前往贵阳市乌当区下巴镇冰河小镇赶集 好久没做那么多人的车 去看看他们说有樱桃鸡啊这些 看看特别的蔬菜啊 有新鲜的蔬菜嘛 瓜瓜啊这些 我听说是有新鲜水果新鲜蔬菜 有干活的都是当地手工制作 你们肯定要带着回家 当天下巴镇冰河小镇周末特色集市开始 自此贵阳市民每周六 可在市区搭乘252路公交车前往下巴镇 体验乡间传统赶集 购买新鲜优质的农特产品 游览乡乡村田园美景 以前回到赶集的时候都很兴奋 很开心的话慢慢就出去赶集 也很久没体验过今天和我自己媳妇出来 体验一下农村以前干打击的场合 今天来的时候看见很多城里面的人专门过来 也挺为这些农民感动的其实 新鲜的果蔬 建载的牛羊 各类零食点心 衣服鞋帽 集市上人头传动 叫卖声 吆喝声 此起彼伏 从关山湖区 京华镇 翁锦村前来摆摊的村民吴振友 带着自家古法酿制的四大罐酱油早早来到集市 整个上午他忙得不可开交 让吴振友感到意外的是 带来的数百斤酱油原本预计在15时卖完 临近50就卖光了 看到顾客对自己的产品如此青睐 他倍感欣慰 现在效果非常好 全部卖完了已经 远远的超出了预期 今天来买酱油的这些市民都非常热情 对这个酱油也很感兴趣 其实像我们出生在农村的 有很多农特产品不知道去哪里卖 所以说他们给我们打了这个平台 我们能够在这里把自己的产品销售出去 是非常开心的 冰河小镇周末特色集市 划分了蔬菜区 水果区 肉摊区 活情区 杂货区 各类产品应有尽有 民众在各个摊位上驻足选购 大包小包 手提健康 乐不思熟 感觉小吃蔬菜啊 包括肉类区啊 它规划都还蛮合理的 希望能持续把卫生做好 吸引更多的人来感受 乡村的感激的这种氛围了 回程路上 252路公交车上又满载了一车归家的乘客 市民丁女士热情地向记者 展示了这次感激的收获 这是豆腐原子 砂糖菊 鸡蛋吧 冰糖葫芦 带泥土的葱 根须都很完整的 既可以回家吃也可以 放在那个花饭里面去种植 今天卖给我的那个农民 还教我怎么种 在丁女士看来 城市居民到城郊小镇体验感激 不仅充满乐趣 也架起了一座沟通乡村与城市的桥梁 对于经常在城市里面上班的年轻人中年或者老年人 可以把它当成是一次郊游 再顺带带上一点自己喜欢的一些小菜或者一些小吃水果 我觉得这种形式还是挺不错的 方便居民日常的生活 同时也可以拉动当地的一些经济和发展